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 国军牺牲的最高军官 凶手被揪出 身份令众人大吃一惊 不过越南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在当时的越南战争中 他们如果没有我们国家的帮助 又怎么可能打败 号称世界第一军是强国的美国呢 如果不是我们锦衣缩食的援助 他们甚至来与美军作战的武器都不够用 所以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夕 我军战事变 都充满了满腔的怒火 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我军撤退时期 我军一位师长意外殉国 而这个名叫赵连宇的师长 他不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而是被越南的一个平民杀害了 当时他带领着部队在回国的途中 曾遇到了一批逃难的越南平民 而当时便命令手下战士们 给这些人发一些干粮 正是这一举动 导致J他们看出了赵连宇的身份 结果 他们竟然偷偷拿出枪 向他进行了射击 最终 赵连宇倒在了血泊中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